哇!這麼快就4月了 過多幾天大家又可以出街 逛逛逛、吃飯、看電影 又說得要逛逛山 當然不少是香港人最喜歡的上班、上學 而香港出街,不用等到夏天就熱鬧鬧 有什麼辦法可以清涼一下? 前兩年,Sony在日本推出了 Rion Pocket穿帶食冷氣機 雖然沒有行貨的 但水火箱也入了這批火在香港買的 今次推出第三代Rion Pocket 3 外形上其實都沒有大不同 都是用掛頸式設計 用不鏽鋼的表面提供降溫和保溫效果 跟第二代一樣 第三代都可以做到制冷、制暖功能 只要開啟5分鐘就可以做到降溫13度攝氏 或者加熱8度攝氏 而不同的是第三代應用程式改良了 除了有4段制冷和加熱倒數之外 加上一個叫Smart Cool Function的功能 可以按照環境和用戶的動作 自動操作,保持一個適當溫度 而加熱就有Auto Mode 這個Auto Mode會自動運行1小時 然後自動停止 為了做到這個功能 Rion Pocket 3 的機身入面 內置了很多不同的感應器 包括5個可以探測溫度和動作的感應器 4個探測溫度的熱感應器 以及一個探測動作的加速器 透過這些感應器的運作 就可以開啟智能冷氣功能 又或者自動開啟或停止功能 當你將EON Pocket 3 掛在頸上 就會自動開機 脫下10秒後就會自動關機 另外用戶都可以設定一個 自己喜歡的買模式 例如可以設定一個喜歡的溫度水平 以及運作時間 以及設定一系列的動作 好像加溫、暫停、制冷、暫停、加溫 不用一味只有冷和熱 相信很多經常外出的朋友 都對Rion Pocket 3 有興趣 每次充滿電可以用多久呢? 就要視乎你開冷暖程度有多大 最大是4級 一般我們用3級計 開冷氣可以用3.5小時左右 而3級的暖氣可以用2.5小時左右 而每次充電一個小時 就有九成的電力 相當方便 如果你真的充不設電 或者用的時間比較長 其實可以直接插上USB-C的外置電源 使用外置電操作的時候 不會同時幫電池充電 目的就是保持電池的壽命 而用外置電操作的時候 原來是可以打開一個叫4級的冷氣模式 當你覺得好熱好熱的時候 就知道要怎樣使用吧 第一代的Rion Pocket 是跟著一件背後 有一個袋子的白色T恤 應該很多人都會有人穿的 不過這樣穿上衣服就會有點局限 好像女生一樣 其實都不是好用到的 今次Rion Pocket 3 跟機又改良了Neck Bang 2 加大出入風口的弧度 而頸型部分可以調節長度和角度 令制冷片位置可以貼到背部的肌膚 這個Rion Pocket 3 其實它的冷熱功能都比較快 可能幾秒就可以讓你感覺到它涼爽 或者是熱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接觸面值都比較小 所以你不要預計它可能會令你全身都感覺到很涼快 因為它只是這個接觸面值 而且我覺得它擺上頸的時候 它這個操控 即它的接觸面 這個感應器 會令到你覺得 其實它只有這個部位感覺到涼爽 可能是熱敷 其實它都做不到 希望下一代可以加入這個功能就更加好 這部Rion Pocket 3的行貨 就會在今個月的21號就可以接受預訂 大概在五月頭就可以有貨 價錢為1499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試呢 不妨在後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科技潮物 或者好玩生活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 還有like comment和share 打算嗎 不妨在那 hora 打算不幸 終於是 大便 測民盧 是 ớで 我們 不用 請